早上逛超市的时候 发现秋库已经上架了 所以今天中午就来做一碗凉面 免花一下即将逝去的夏天 凉面 营养高过方便面 样貌美国热干面 制作快过牛肉面 如此好评怎能错过 首先准备一些黄瓜丝 能切多细就切多粗 下一步 煎一张鸡蛋皮 倒入即大把 肉料3200分 盐 game 炸一片 鸡蛋 炭酱 炸一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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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煎好的鸡蛋皮切丝 下面做辣椒油 烧热油 热油的时候可以放一些花椒提味 不过不要热太久免得糊掉 然后捞出花椒 准备两个碗 一个碗里装上辣椒粉 芝麻和盐 另个碗控制备用 这里教大家做的辣椒油要泼三次油 一泼香 二泼辣 三泼红 就像视频里这样非常简单 一泼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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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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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调一点蒜水 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开始煮面条 煮好的面捞起来过下冷水 盛入碗中 根据个人的口味 依次放入黄瓜丝 鸡蛋皮 蒜水 生抽 醋 辣椒油和盐 搅拌 一定要趁凉的吃哦 热了就不好吃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吃